好 剛剛這個無形窗就在這邊 所以你找一下這個門跟窗 不要找上面這個二的 有沒有 這裡也有一個 這個門跟窗這個其實就是我剛剛跟各位提過的 就是那個中文化作者 因為他本身這種是室內設計師 所以他就可能也會有遇到有這種需求 所以他有好幾個不同的角度 那你把它丟出來之後你就去找到 你需要的這個適合角度 你就把它砍進來 但是在平面圖上看的時候會是像這樣 這樣解決嗎 會是這樣這樣 所以你放進去從3D上面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確實是有打動的 所以如果你的夢幻家庭一定要有這種的自己用 但是我剛剛跟你強調 這個當然設計上會比較貴 再來就是玻璃的話 那請問可不可以做這樣的裁切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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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克力可以 玻璃這樣不好切 容易失敗 為什麼 因為一般我們這樣切 我們通常會直接用一刀下來 你如果是切這個形狀的 玻璃跟紙是不一樣的 玻璃有一定的厚度對不對 你奧尾折下去的時候 它可能就這樣裂開了 所以你有造型的 通常都像我們講的打板 好像那個鞋子衣服有沒有 它打板一樣 你要打板好了之後 然後怎麼樣 你就照那個慢慢去畫 但是你真的要弄一個很圓的 其實也不好弄 所以才會比較建議說 其實都是比較平的 你可以從哪裡去做 一般設計師會電倒過來 像門 你看喔 像一般我們做門 假設門直的是這樣子有沒有 直的是這樣子 但是它想要有一些造型怎麼辦 裡面還是放直的玻璃 或者是就是有那個雕花的有沒有 但是它透過外面 外面的地方 它比如說像這個 對 你可能在這邊做另外一個板子 把它遮住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就是了 你了解我意思嗎 這樣以後就算再維護 也會相對比較容易維護 就是再多一層 好 再多一層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設計跟理想跟現實之間 還是要稍微取個平衡吧 特別說你做的阿倫柏朗 沒有人願意幫你真正實現出來 雖然我們說現在3D電液很方便 但是告訴各位 3D電液還是有一段路要走 尤其現在電液速度慢 再來就是材質上 比較普及化的還是以塑膠類為主 金屬油很貴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要用這個無形瘡的 可以來這邊找找 它有不同角度 你可以找它有沒有適合你用的